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蓄意破壞事件 不明身份的潛伏人員撤斷鐵路電纜 並縱火焚燒鐵路設施 導致三條鐵路線交通中斷 近80萬名乘客的交通計劃可能會被打亂 目前法國政府正在為乘客準備代替的路線 並且敦促他們暫時不要前往車站 令很多人擔心的恐怖襲擊 還是在巴黎奧運開幕幾個小時就發生了 法國高速列車網絡受到縱火等一系列惡技破壞 至少80萬人受影響 曾經精準預言川普受到槍擊 已躲受傷的美國牧師 在5日前的節目中剛好提到這件事 根據媒體報導 繁忙的西部路線 經傳發生大火 導致巴黎奧、波爾多、里爾 和聖特拉斯堡的三條高鐵路線都受到影響 此外連接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和英國幾大城市的高速列車 歐洲致勝 由巴黎到倫敦的列車因此被迫改動 行程增加了大約90分鐘 法國國家鐵路局表示 80萬名乘客受到影響 收復工作 預計將會持續到整個週末 報導引述調查人員消息指出 今次縱火襲擊是有組織的惡意破壞行為 法國交通部長 帕洛格列特在X平台發文 強烈譴責這些犯罪行為 影響了交通 同時他也感謝法國國家鐵路SNCF的員工 為了盡快恢復交通情況所作出的努力 令人覺得驚奇的是 就在前幾天 提前四個月 精準預言美國前總統川普遇到槍擊 又已受傷的美國牧師比格斯 又在五天前做了一集節目 節目名叫做《主讓我見到巴黎著火》 我們必須為奧運會祈禱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一案 法庭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三項控罪成立 押後至11月再審 屆時黎智英將會出庭自辯 黎智英坐囚車去西九龍法院出庭應訊 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 在25日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 包括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 以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證據成立 辯方代表資深大律師彭耀鴻表示 黎智英決定親自出庭自辯 黎智英和《蘋果日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的審訊 進入第92日 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前 黎智英曾請求外國制裁香港 辯方強調當黎智英知道《國安法》下此舉違法 就沒有再請求制裁 只是在文章和訪談節目中發表政治意見 針對這個案件 《希望之聲》記者26日採訪了香港時評人桑普 桑普說 我相信黎智英會被重判幾乎已成定局 一定不是這三個法官所決定的 可能是中共在後面全盤操控 他們是希望造成一個鐵案死案 他說這是完全荒謬的 發布煽動刊物 或者說村謀勾結外國勢力 這兩條罪都是紫虛烏有 這些事情好像只會出現在納粹或共產世界中 現在在香港發生了 當然期待黎智英能夠傾心直說 即是能夠將律師說過的一些抗辯理由 控罪元素 各方面的分析講清楚 但我相信他出來還有另外的意義 第一個是 彰顯給全世界 他打不死 他沒有後退 沒有在原則問題上妥協 就算他多麼辛苦 也是為了自己和香港好 也是為了自己要完成上帝給他的使命 第二個他可能會傾心直說審判的虛假性 還有整個法律的不公義問題 基本上鐵定沒有審 就已經可以肯定他要坐很長時間的牢獄 另外桑普提到 法官聲稱自己忙 推到11月20日才續審 這個案件的跨度可能長達4年 未審先關押4年 就算是在中國也不可能出現這個狀況 那麼11月20日開始審 辯方預計有30個工作人 你計下時間都已經超過今年了 可能是明年的年初才能審結 結束之後才會宣判 宣判之後才會判刑 那就從抓捕到審訊判決確定的時間 你看到他的情況已經超過3年了 所以看到香港這個情況更是無法無天 而且假裝一副講道理的樣子 其實完全沒有講道理 桑普表示 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從事違法行動協議 在《國安法》生效前是合法的 《國安法》生效後 由於已經無法達到目的 所以協議是無效的 但法官不接納這個理由 反而根據重返證人的公辭 專欄文章等內容 將黎智英制罪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她說 律師提出的重點是法不涉及既往 因為《國安法》是2020年 6月30日晚上11點才實行 在此之前 《國安法》根本不存在 連條文都不知道 那麼現在她控罪很多事實 都涉及到她這日之前的行為 法官說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如果有串謀 都是說約定做違法事情的一個協議 在2020年《國安法》生效之前就已經有 辯方律師說 既然《國安法》生效 黎智英也沒有違法的意識 所以有關的協議早就已經因為目的達不成而失效 但控方和法官不理會這個說法 7月25日 兩名美國的親共華僑社團領袖 在紐約南區法院認罪 承認他們接受中共命令 在美國繼續執行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個人 和法輪功學員團體的迫害 如果罪名全部成立的話 最重可以被判50年徒刑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文件 林峰45歲是中國公民擁有綠卡 在7月25日的庭審認罪 法庭建議對他進行12至18個月的監禁 案件主謀71歲的親共華僑社團領袖陳軍 24日也在法庭認罪 根據起訴書 2023年1月 陳軍和林峰接到中共命令 試圖操縱美國稅務局 來取消法輪功學員所營運的團體的免稅優惠 陳軍找到一位國稅局的工作人員 承諾支付5萬美元 和60%的舉報獎金 來換取國稅局調查法輪功團體 2023年5月14日至18日 陳軍和林峰分兩次交現金5000美元 給這位工作人員作為賄款的首期 26日兩人分別在住所被捕 林峰在接受文化時承認 他和陳軍還負責監視 並且收集居住在紐約上周產院的 法輪功學員的資訊 試圖發起對法輪功團體的環境訴訟 來阻嚇法輪功的發展 據媒體披露 陳軍在中共軍隊出身 曾經擔任官員 80年代後期 借六四事件留在美國 並且在入籍之後 就積極配合中共統戰 成為洛杉磯橋界社團的老大 而林峰曾經是中國單車國家隊選手 2015年獲得錄卡之後 經常往返美國和中國 洪方之前指控 林峰和陳軍的罪行包括 一、串謀做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 賄賂公職人員 二、作為外國代理人 但是就沒有事先通知司法部長 三、賄賂公職人員 四、串謀進行國際洗黑錢 如果罪名全部成立的話 最重可以被判50年徒刑 我們再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7月25日 墨西哥大毒梟 贊巴達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 艾爾柏索被捕 他亦是令美國社會困擾的 芬太尼的重要賣家 據路透社報導 二年76歲的贊巴達 是墨西哥史上 最有影響力的毒販之一 大約在30年前 和7號矮仔的古茲曼 共同創立了石納羅亞販毒集團 古茲曼在2017年被引導到美國 並在2019年被判處終身監禁 贊巴達和矮仔的兒子洛佩茲 在美國面臨多項指控 罪名是向美國街頭輸送大量毒品 包括芬太尼 芬太尼已經飆升為導致18至45歲 美國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前美國當局 懸紅1500萬美元通緝贊巴達 懸紅500萬美元通緝洛佩茲 石納羅亞販毒集團近年來 已經成為美國當局的最大目標 美國司法部長加蘭在一份聲明中說 贊巴達和洛佩茲 在美國面臨多項指控 罪名是領導販毒集團的犯罪活動 包括製造致命的芬太尼和泛運網絡 加蘭補充說 芬太尼是我們國家有史以來 面臨的最致命的毒品威脅 在追究每一個毒害我們社區的毒販首腦 成員和同黨的責任之前 司法部不會罷休 這次逮捕被視為是美國當局的重大突破 可能會重塑墨西哥的犯罪版圖 國土安全調查局HSI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次逮捕行動是聯邦調查局FBI 和該局聯合行動的一部分 2024年7月19日 美國知名脫口秀主持人 Rick Jensen邀請了三位法輪功學員 在特拉華州WDEL電台 做了18分鐘的專題節目 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 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呼籲制止這場長達25年的殘酷迫害 詹森表示 他知道許多和平的宗教徒 和法輪功修煉者被中共迫害 他現在正在盡自己所能 被人了解中共的邪惡本質 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被邀請的三位法輪功學員 是黃灰、Alex Lushensky 和劉新迪 黃灰講述了他因為修煉法輪功 在中國被監禁五年的經歷 他說1998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 當時我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清華大學是中國頂尖的工程學院 因為我信仰法輪功 1999年7月20日之後 我就被關押了整整五年 我的生活完全被顛倒了 在監獄中 我們每天都被迫做至少16小時的苦工 二十多名囚犯迫在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小牢房裡 吃飯、睡覺、去廁所和做苦工都在這個小牢房裡 我們被迫製作各種手工製品 比如裝飾用的索料花 聖誕樹燈飾、蜘蛛盒玩具等 另外我們還被迫加工一種食物 開心果 我們用一把大鐵鉗打開開心果的硬殼 我們的汗水、眼淚、血和水坡裡流出的濃 浸透了堅果 玉景告訴我們 我們生產的產品會出口到西方國家包括美國 我在2008年來到這個國家時 看到我在勞教所生產的產品 與我們雜貨店裡賣的完全一樣 你可以想像我當時是多麼震驚 在監獄裡 他們還強迫我看《抵毀法輪功》的影片 或者閱讀《抵毀法輪功》的書籍 我一拒絕他們就不讓我睡覺 黃灰表示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離我們每個人都不遠 勞工、勞動產品在這裡出售 所以那些人來到雜貨店 也會購買到勞工、勞動產品 所以這種迫害與每個人都有關 黃灰希望大家都來思考一下 中共為何要迫害法輪功 他說法輪功是一種和平的修煉 為何中共會殘酷地迫害法輪功 數百萬人被迫害 數以萬計的人甚至被活摘器官 為何?所以我們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這與中共的邪惡本質有關 邪惡的中共只想控制一切 包括人的思想 他們不能容忍像法輪功修煉者那樣的獨立團體 所以我們需要區分中共不是中國 也不是中國人民 美國國會眾議院 在2024年6月25日通過了《法輪功保護法案》 法案對那些參與和協助中共活摘器官的人實施制裁 包括財產凍結、禁止進入美國、不簽法簽證 自動撤銷現有簽證、經濟和刑期、系列處罰等 對此劉新迪表示 活摘器官是反人類罪 他建議大家打電話給議員 告訴他們活摘器官的真相 確保美國的醫療界不參與這種供應鏈的污染 Lochensky建議大家 聯繫美國聯邦參議員 你支持《法輪功保護法案》 爭取參議員也能盡快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 多謝收聽本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拜託